在感情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是有很大区别的 爱你的人会有一些藏不住的表现 我爱你的人也是如此 不要相信一个男人说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如何做的 要用心去感受,看一个男人靠不靠谱,值不值得托付 每个女人都渴望被人宠爱 如果对方是不靠谱的人,那就算了吧 别自欺欺人 余生很长,总会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出现 真正爱你的男人,不管他如何伪装 在你面前,始终会对你笑的 他的心已经偏向了你 会不自觉地对你好 爱与不爱,皆有迹象 这四种表现是骗不了人的 更是藏不住的 一,欣赏你 知乎上有个问题问 什么样的婚姻最舒服 有个高赞回答说 最舒服的婚姻就是两个人久处不厌 一段关系里,无论在一起多久 保持欣赏之心,不嫌弃,不厌恶 才是维持长久的秘诀 欣赏一个人不一定是爱 但爱一个人,一定有欣赏的成分 在网上看到一组很美的人物照 题目叫乌妻 照片的拍摄者许健不是职业摄影师 而是浙江台州的一位警察 照片中的人是他的妻子 刚结婚的时候,许健在基层派出所工作 特别忙 妻子一边创业,一边照顾两个孩子 更没空风花雪月 曾经向往的失忆生活 被柴米油盐打碎 日子一天天老去 两人渐渐退去青涩模样 成了随处可见的寻常夫妻 2008年的某一天 许健突然发现妻子憔悴了 病脚还生出了白发 她意识到,我们都要老了 必须做点什么 那一年,他们38岁 许健开始为妻子拍摄照片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红黄蓝绿 十年时间,她从摄影小白变得小有名气 但她镜头下,唯一的模特始终是妻子 她说,在我眼里 除了老婆,没有其他美女 为什么每一张照片都这么美 许健说 她的一贫一笑 哪个角度最美 都在我脑海里 没有三年之痛 没有七年之痒 她一直通过相机上小小的视窗 记录妻子最美的模样 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 有这样一句话 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 美无定论 没有一种样貌能获得毫无争议的夸赞 但这世上一定有人只爱你这款 无论你怎样 他都觉得好看 嫁个欣赏你的男人 在他的世界里 你一辈子都美貌无敌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于欣赏你的男人来说 你不是没有缺点 而是在他眼里 看到你的优点永远多于缺点 培根说 爱情就像银行里存一笔钱 欣赏对方的优点就像补充收入 容忍对方缺点 这是节制之初 所谓永恒的爱 是从红颜爱到白发 从花开爱到花蚕 欣赏你的男人 才能爱你从青春到暮年 因为每一份欣赏和肯定的背后 都是爱的支撑 2.懂你 懂比爱更深刻 懂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 万人追不如一人疼 万人处不如一人躲 懂你悲欢 知你冷暖 才能给你真切的幸福感 至于其他的事情 简直可以弱化为乌有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像个低级动物一样 只追求物质的富足 生活的温饱 还需要追逐精神世界里的 皈依与富足 那种东西就叫做懂得 张小贤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只是希望能有个人 在我说没事的时候 知道我不是真的没事 能有个人 在我强颜欢笑的时候 知道我不是真的开心 每个人中期一生 不过都是在寻找一个 知自己冷暖 懂自己悲欢的人 那个人 不一定是最有钱有势的 也不一定是最高最帅的 但一定是最懂你的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懂你 当你不开心时 不需要说太多 他就能明白你的委屈 当你被人误会时 不需要解释太多 他就能明白你的清白 他会懂你的欲言又止 和口是心非 懂你笑容背后的忧伤 也懂你坚强背后的不义 懂你的人 很多事不必费力解释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会轻松很多 有的人爱你 但是他未必懂你 不是他不肯耐心与温柔 而是始终找不到 合适的方式去懂你 说到底 他就是不能懂你 他是爱你的 但他对于懂你这件事 是无能为力的 有的人只是简单地 陪伴着你 但是他很懂你 只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 就会读懂你心里的秘密 看到你的沉默 他便知道了你的苦衷 看到你的犹豫 他就知道了你的委屈 几乎有关于你的一切纠结 他都能一眼 直抵心底 他不是神仙 而是非常懂你 当一个男人很懂你时 他能做到跟你有心灵上的陪伴 尽管时空有距离 他也能给你一份寄托 这才是懂得最了不起的地方 相爱容易 相守难 懂你的男人 才能更好地守护你的余生 因为 只有懂你难处 知你苦楚的人 才能更好地给你幸福 三 自觉为你拒绝诱惑 都说 专一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质 因为你永远无法保证 爱你的男人 哪一天不会被别人吸引走 可事实上 一个男人真正爱你 不用你开口要求 他就一定会自觉为你拒绝诱惑 因为在他心里 只有你 才是不可或缺的唯一 其他人 不过是过客 他不会对别的异性 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无论当着你的面 还是暗地里 都不会随便和别的女人 恃意调侃 更不会在跟你相处时 心圆一马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男人彻底爱上你 就会跟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把握好分寸 不让你误会和胡思乱想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给你最大的安全感 因为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你 他不会对你视而不见 却对别人寻寒问暖 不会跟你一言不发 却对别人滔滔不绝 不会对你的事 自若罔闻 却对别人的事 无比在乎 相反 他会拒绝做中央空调 只做你一个人的暖心英雄 给你最好的爱 和最靠谱的定心丸 这是一场一个人的爱情 那就是金月灵 他一生逐林而居 当年跟随着林徽英 从北平到云南 走了大半辈子 却只站在他不远处 陪着他 从没有一次越界 他终身未娶 一生思念林徽英 他一生就这样 爱着林徽英 念着林徽英 以没有丝毫破坏性的方式 参与着林徽英的人生 不计成本 不求回报 他是真正懂爱情的人 正如爱陌生所说 亲密的关系 想要好好维系 是需要合一的分寸感拿捏的 做到不衣服 不折腾 懂得让步 自然而然 巴金很有才 感情也很专情 巴金的妻子萧珊 是他的一个读者 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让巴金动情的女人 两个人历经磨难 但是感情一直非常好 不幸的是 相守28年后 萧珊病失 巴金一直忘不了妻子 妻子的骨灰 放在自己的枕边 每夜与之共眠 一直到2005年 巴金去世 巴金去世前还留下遗言 和妻子的骨灰 混在一起 洒向大海 宫崎俊说过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爱你 但我知道 你就是我不爱别人的理由 爱一个人 是会自爱的 男人彻底爱上你 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爱 主动拒绝诱惑和暧昧不清 任凭什么花花草草 都动摇不了他 而这样的一份专一 如若没有刻在心底的那种 坚如磐石的深爱 是做不到的 是 舍得对你付出 王小波在爱你就像爱生命中 写下这句情话 虽然我知之平淡 却是真的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 爱情是什么 有人认为 爱就是生理上的欲望 是想念 是情绪的变化 这些只是一部分 真正的爱情是 当你爱上对方时 就愿意毫无保留的付出 看到过一句话 一个人的心思在哪里 爱就在哪里 爱你的男人 会把心思都放在你身上 对你用心 舍得为你付出 跟你在一起 他不会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都想着你能回报他什么 而是发自内心 毫无保留的对你好 因为他明白 爱一个人 付出就是最简单直接的表白 一个女生说 老公一直是一个很节俭的人 因为我们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目前我在家带孩子 全部的收入来自老公的工资 他是一个本着 能省一块钱就省一块钱的人 但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时 我常常以为 我老公是个隐形富二代 他总是让我给自己买衣服 总是问我 这个要不要买 那个要不要买 双十一 我给自己买了激光水 他竟然问我 买不买神仙水 直男根本对护肤和美妆都不妥 只听说神仙水贵就觉得好 买什么护肤品都让我上官网买 不要找代购 怕我买到假的 生活中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买什么 他从来不会说贵 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自己想点个夜宵 洗送食物员 就会让他放弃吃夜宵的念头 会因为配送费太贵而放弃 连点个饮料也要货比三家 看看哪个更划算 明天油价上涨一毛钱 晚上十点半 也要去加油的男人 爱我胜过爱自己 爱有好多种 但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无条件的付出 男人只有真正爱你时 才会舍得对你付出 你对他的爱 他也一定会双倍奉还 这世上 没有不会付出的一个人 只有愿不愿意为你付出的一颗心 一个人跟你说再多甜言蜜语 不愿意对你付出 也没什么实际行动 什么意义都没有 感情里 每一份付出 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也只有真正爱你的人 才会尽自己所能 给你幸福 让你快乐 一辈子很长 一定要找个 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不用特别成功 但一定要欣赏你 不用特别有才华 但一定要足够懂你 不用特别帅气 但一定要懂得 为你拒绝诱惑 不用会说 太多的甜言蜜语 但一定要舍得 对你付出 感谢观看